上個禮拜大概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基本上我們要快速分類 基本上上個禮拜就是把這個地方再 增加一個啟動表單 按下去之後的話可以按照什麼 按照我們所選定的類別 當然這個類別裡面 我們主要是按照這幾類的 業務 產品別 產品這幾類 還有一個客戶名稱 那當然其他的類別也是可以加進來 只是說 數量 單價 總計 或者這些 看看有沒有 或者Range 這地方是不是可以設一個Range等等的 那這個就可以在那個表單裡面稍微做個調整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去做一個 比如說按照業務去做 做分類的話 按下確定 那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把我們需要分類的部分 利用錄製並且修改聚集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結果跑出來 可以跑出來 那這個部分呢 是這個表單自動化的一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那個用資料庫 那差別 程式差別主要是在 這個 我們 這個這個地方 如果做成資料庫的話呢 基本上最大的差別是快速分類的部分 我們是利用所謂的那個這個地方篩選 然後再把它全選之後再複製 然後再貼上 所以如果說這一段假設你要把它改成資料庫的話 其實主要是把這個篩選一直到篩選一直到這個貼上 這一段程式嘛 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換成是從那個資料庫裡面取得資料 再放到我們需要放的位置上面 那當然我講過就是說呢 用那個e-sale的好處當然是資料比較直接啦 缺點當然如果說你大量資料來跑的話 會感覺比較慢 那另外多人存取也會有問題 那這個修改之後的畫面呢 也在我們雲端上面 就是這個快速分類資料庫的這個部分 那實際上本來的那個範圍 就是我是把它用成呼叫一個我們查詢的 這個這個這個一個一個方法 那這個這個是一個sup 利用 ADO這個 這個這個查這個seql的 這個傳兩個參數 一個是我們要查的資料 一個是要查的欄位 ok 那裡面的話當然 就是這個地方 利用這個ADO改成seql查詢這個地方 一個條件一個欄位 那就把條件欄位放在這邊 那主要 變更的部分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了解什麼叫seql語法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sql seql seql裡面的話主要就是 有四個主要的功能 我前面有特別強調說查詢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怎麼查詢 基本上會用到那個seql的這個語法 那後面加欄位 從哪一個工作表 後面就是會有篩選條件 那在那個seql裡面的篩選 實際上就跟seql語法裡面的會有指據 很類似 那只是說呢 一個篩選是在seql裡面進行 那不過因為你篩選 seql裡面篩選之後 我們再把它全選複製 基本上感覺會 需要耗掉很多的資源 所以跑起來不是那麼流暢 但是呢如果用seql的話 它是下語法